Application 打完之后,点 是不是拼错了?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没拼错 如果没拼错,但是他点下去没有理你 我刚有拼错吗? Application 如果你点下去,假设说他没有下拉清单出现 那表示你有拼错了 我们利用Application点 Worksheet function 大概就出来了 Worksheet function指的就是 工作表的 这个什么 它的那个叫 Function 它的函数 里面的话你点下去 这里面就会跳出 等同于你按下插入函数一样的效果 但是插入函数里面的所有函数 通通都会列在 这个地方 不过插入函数会有类别 但是在这里没有类别 你只要打一个 你只要打一个s sub su subt2 有没有看到 subt2就出来了 有没有就这一个 那你要用的方式 刮胡 你就直接可以用原来的方式 不过 做法 差不多 就是 第1个 你是要给它一个 一个字串 豆点的话 给它一个你要取代的东西 豆点 你要取代成什么 后刮 这样就OK了 其实看起来都一样 只是差别 就是说 一个是从VBA里面去 用REPRESS 一个是用那个 我们内部的Function 不过看起来好像 似乎上面这个会比较简单 所以如果说呢 你没有一定要 那不然你就用上面这个 但是如果你将来你比较习惯用那个什么 我们内建的方式 那不然你就用下面这个方法 两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 已经把 最后的结果取代 空白掉了 再来我需要切到百家性2 并且把S放在A1 所以切过来 放到A1的话 这个动作呢 这两个动作的话呢 就是 Shit 百家性2 点Slate 点Slate 意思就是说 我把它切过去 到百家性2 然后呢 因为已经切过来 所以它的range 1里面我放S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连续的动作 如果说我今天 按一下它 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就丢过来了 OK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按下去 就过来了 那后来的话 就有同学问到几个问题 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他说 老师 我工作上 常常会遇到 就是说 像这个资料里面 有很多的空白列 这个空白列 以前呢 我要删掉 我必须要把它 玄玄玄玄玄 那如果我不希望重新排序 因为你可以重新排序 可是有的时候重新排序之后 我的顺序会乱掉 那如果我不希望重新排序的话 我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他 把 这个空白给拿 拿掉 把空白列给拿掉 我看有一些书里面是用一些方法啦 比如这边重新编号吧 编什么 112233 或者类似的 用那个旁边内地的排序 感觉也没有很好 很好用 那如果说你要用 我觉得目前想到的 还是只能用VBA 我教 给各位看一下demo 按下去 不过最好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请你再复制一下 Ctrl鍵按住 拖拉过来 为什么要复制一个再 再去做 因为如果你按删除之后 它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恢复 OK 所以 你没有按CtrlZ它回不来 所以这边我把它按下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你应该能复制一下